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佛陀当年在很早在印度期间 他有一个弟子叫阿娜 佛陀跟阿娜两个人正在路上走路 突然之间走到那里看到 路上有一坛金子 就是过去一定一定的金子 那个佛陀看到金子之后 就冲到阿娜说 这是一条毒蛇 结果阿娜马上就说 是佛陀是毒蛇 两个人看也不看 一边就走过去 走了不远 来了一对农家父子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孩子 两个人走过去 突然之间看见 有这么一个坛在里面 有金子 哇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 突然之间一看 哇这是金子啊 哎呀发达了 我们解脱了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成为富人了 开心的不得了 把金子抱回去 抱到家里之后 开心的拿出几顶金子 到市场上去买东西 但是过去的金子 全部上面刻有名字 或者刻有一些皇家的 因为这盘金子是一个小偷 在被皇家偷出来 从被皇家追赶的时候 放在马路边上 他们农民不失字 拿出这个金子到市场上去 一看金子上都刻的那种像 包陷了这种东西 结果呢被人家抓到官府去 过去就没有什么律师的了 人章俱祸 杀头 当他被绑在那里插着那个旗子的时候 要杀头的时候 他们才说 我们现在才知道 佛陀为什么说 这盘金子是毒蛇 把他们咬死 所以我们要懂得 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又贪念 人不能贪 一贪念头一错 你的因果就开始变化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我恨这个人 你心中就会自长出一种毒素 所以心态不好的人 他会自长出一种毒素 所以长期心态不好的人 他会慢慢的会生恶毒 所以经常嫉妒人家的人 经常不开心的人 他一定会生病 过去大家想一想 诸葛亮 三弃周瑜 结果八 周瑜弃死了 大家想一想 林黛玉 忧郁成病 难道自古以来 不就是心 才会生病吗 心生病 就是磨进入了你的心里 大家知道 磨进入你的心里 不就是病魔吗 对不对啊 如果你的心磨 让你嫉妒 让你不开心 你就会越来越不开心 所以烦恼就难倒 所以我们要改变人生 我们不去想烦恼 我们就没有烦恼 我们不去嫉妒人家 我们就不会生嫉妒心 我们想通了 无所谓了 想明白了 我们就开悟了 希望大家能够想通 每天活得快开心 快快乐乐 我们做一个人间的快乐活 我们要懂得 要懂得 我们要懂得 要皈依三宝 佛法神 大家都知道皈依三宝 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呢 有时候呢 我们怎么皈依呢 因为 我们在家居士呢 实际上呢 还想告诉大家 最好的就是 皈依自信三宝 自信三宝 就是自信三宝 佛在心中 归佛 佛在你的心中 一直在心中 法在心中 法啊 这个法呢 你在行为当中 都要如理如法 佛法 身在戒中 你们把自己 就当成一个身重 就把它自己 当成一个 值得受人尊敬的地球 或者地球 在戒中 你只要在人间戒律 你不杀生 不做坏事 守戒 守施戒 你就是一个 法佛法神 所以要懂得 我们在人间是佛 我们以后去到的 也是佛戒 我们在人间 做菩萨的事情 行菩萨道 我们在人道 向人 我们就是人道 我们以后 能够到菩萨界 因为我们在人间 做了菩萨的事情 希望大家 多做菩萨的事情 少做 坏人的事情 那你就能为 成为人间的菩萨 所以 还想经常看见 人家 吵架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 形态的鬼 都会在他们身上 我尤其看见了最多的 就是在银行里 很多人不愿意去拿钱 我告诉你 他必须拿钱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的小鬼 爬在他的肩膀上 拉他的头发 所以很多人 就会扑很扑 所以你们知道 菩萨不容易做 要帮人家备业 很多法师们很辛苦 帮人家众生备业 所以想想看 地藏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 师父成佛 他帮我们众生 背了多少页 就像耶稣一样 他把自己 钉在了十字架上 他都为了救助众生 所有的圣人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学博 做好人 做圣人 我们就是要在人间 已经像一个人 像一个菩萨 所以要广度有缘众生 今天你们来了 这点人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够救助众生 你们每一个人 都会成为 观世音菩萨的 牵手牵眼 去救助众生 所以学佛之人 有善根之人 才会有善意念 有善念之人 才会有善行 善言 我们有失 才会有德 我们无失便无德 我们失耻得彼 我们失了还会再得 我们得无所得 得到的是空的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但是我们还是得到 这才是无德无失 这样才能无挂无碍 我们心无挂碍 才能无挂碍 姑姑 好 ну 好